好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一下 我们台湾附近牵系的状况跟影响的系统 从云图上来看 凯米台风的中心 其实已经到大陆的沿岸内陆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在早上8点30分 已经解除了凯米台风的台风警报 但是可以从云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外围环流 还是持续在影响我们台湾 还有我们的澎湖金们麻祖 所以其实在天气上来讲 还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注意的话 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内 还是有些热带云图在发展 这些热带云图有可能 随着地方的推进 随着时间的推进 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比较接近我们台湾附近 不排除在里面可能有热带系统的发展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最新的天气报 适时关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 扰动的发展的消息 至于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由雷达回波图上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刚提到今天的天气 虽然凯米台风已经登陆 已经警报解除 它的外围环流其实还是持续在影响我们 可以看到它的外围环流还是影响到 我们整个西半部地区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今天我们预计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天气上来讲各地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上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预报 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定量降水预报 可以看到今天在苗栗以南地区 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中南部山区 南部山区 嘉义南山区的部分 还是我们今天降雨预报的热取 还是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甚至不排除再多一些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要特别提醒 中南部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今天虽然警报解除 但是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 还是有可能有持续性的降雨出现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台风过后台风尾的影响 晚上的雨势预计会比今天来的稍缓 但是还是不稳定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东半部 南部 特别是嘉义南地区的雨势 还是会相当的明显 所以台风虽然过了 今天一整天都还是要留意 一些持续性的雨势 特别是在中南部山区的部分 一定要加强注意 未来几天的天气 我们由降雨的趋势图 来为大家说个说明 礼拜六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 还是受到第二代的影响 就是台风过后 其实飞飞滨东方海面 到台湾附近 就是台米台风的环流 就是台米台风 就是以后的低压的中心 一直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带 还是持续是一个低压带 受到它低压带 南方水气上雨的影响 整个环境风场上来讲 是偏南风 所以东半部 南部地区 明天还是有可能出现 局不幸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其他地区也有可能是一些 局不幸的短暂阵 所以明天的天气 其实还是不稳定的 东半部 南部 还是要注意大雨或者是豪雨的现象 那礼拜天这段时间 礼拜天 28号礼拜天 那趋势上 这分布上来讲跟今天是类似的 东半部 南部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但是呢 其他 那雨势上来讲明显也比较缓和 那其他地区 就是中部以北地区呢 也会比较明显转为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至于到了下礼拜一二刚刚讲到 就是热带扰动发展的区域 也就是低压带会逐渐接近我们 那影响上来看 还是在东半部地区 跟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局不幸的大雨的可能 这点也要特别注意 那其他地区来说 也有一些局不幸的短暂阵雨 那到了下礼拜三礼拜四呢 环境风场上会变成西南风 中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局不幸的短暂阵雨 或者雷雨 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至于温度的部分 今天稍微是比较凉一些的 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到32度 这样的温度左右 但是后面温度上来讲 就会比较恢复成32到35度 这样的高温出现 所以后续上来说 温度上来讲 会变成夏天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 那至于我们还是要提醒 今天还是要不愿其烦地提醒 海面风浪的部分 那这是今天的风浪预报图 可以看到其实风力比较大的地方 还是在台湾海峡 东南部这边 我们预期在 我们等一下会讲 就是风力比较大的 就是新竹至高雄 那蓝雨绿岛 还有我们基隆北韩 跟蓬木鸡们马祖 风力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可以从波浪的分布上来看 今天台湾附近 还是有可能出现5米以上浪高 而且还有长浪发生的可能 所以除备必要 今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好 那最后重点提醒 第一个 我们今天金门马祖 因为离台湾比较近 还是要注意间接性的雨势 那中南部持续还是要提防 好雨的发生 蓬木其实也是类似 有些云带过去 对蓬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那今天提到 就是今天还是有强阵风 而且有长浪 海面的风浪也大 大家非必要 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那沿海是有5米以上的大浪 然后特别要提醒 金明两天其实在山区 海边活动还是比较危险 特别是在山区 因为连日的降雨 所以还是要特别 一旦下起雨来 还是要特别 注意探邦跟落实的现象 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 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以上是今天上午 最新天气的预报内容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